你小时候 你爸爸为你真的是无私的奉献 这咱们都知道 所以你感受到 要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都无以回报父亲对你那份爱 对吧 付出对吧 那种支持 就是 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我来的媳妇 没事没事 没事 因为我们两个家里 状况自己都不是特别好 那个时候学话 我爸爸就 因为从小爸爸在这一方面 是没有藏着的 他就跟你说 你以为我们家没钱 但是呢 但是我 我会尽我所能去 支持你做愿意做的事情 他说只要你能考的上 我就让你去读 我大不了把房子卖掉 所以我从小到大 就没有让自己歇下来过 就是 我 我初中的时候 就开始想要在外面做事 希望可以减轻一些家里的压力 挣钱嘛 挣钱 对 我一三年的时候 那一年 我还没毕业 但是我要自己创业 家里没钱嘛 我就拼命工作 但白天我还要去学校上课 就变成白天我上课 晚上我要跟客户开会 然后搞了一周之后 我就直接费出血 太辛苦了 我明白 因为那一年爷爷也不太好 然后爸爸说 对不起我不能来照顾你 我是你父亲之前 我是儿子 所以他只能照顾爷爷 然后我妈那个时候 也因为一些事情 没办法过来照顾我 然后我是自己一个人 用我自己赚的钱 去付我自己的药费 然后那个时候就 爸爸家里面人就说 你休息一下吧 你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你 没有撑伞的孩子 在雨中就要自己跑得快一点 所以他所有的倦都是 他应对社会的一个 和保护 Gary是我遇到之后 他是 就是 他是和爸爸两个人 会对我说 他说你可以休息一下 我明白 你可以不用这么努力 然后对于我来说 就是 这两个男人都是我生命的杠弯吧 就是我在他们面前 我可以休息 就我不需要去再次选强 他有一次抱着我说 他说宝宝我不想 我不希望我在很爱很爱你的时候 我不能再爱你了 就是人的事业是干不完的 嗯 但是生命是有限的 美好的爱情生活的时间是有限的 一切的工作 为了是 最美好的爱情 我觉得你很幸运的是 你在这么努力奋斗的情况下 你的生命中只有工作的情况下 出现了一个 可以带给你生活的人 你能做到这些时间 给你生活的事情 感谢